王世堅他認為說 台智光的勢力非常龐大 他自己除了來自議會的壓力之外 同樣他也有 還有甚至台智光還會動用到 地方大佬的系統 跳啊咖 地方大佬 還會打電話給他 他覺得這是地方大佬 對 地方大佬 固憲這麼綿密 那還有台智光不是有個顧問嗎 就是以前前兵葬處處長 陳豐源嗎 他也有三種手法 你就知道他盯場盯得很誇張 只要有任何議員 去質詢對於台智光不利的 他回來之後辦公室 馬上就會跌到電話 就會希望 當然很委婉 就希望我可以 來跟你做書面說明 我會親自來跟你報告 那甚至年級的時候 還會在送禮 你就知道說 哇他的盯場系統 非常的綿密 那最後還有一個 現在被點名的 一個王姓議員 一個女議員 他的這個父姓的辦公室主任 甚至還會把這個警察局的 這個防治 犯罪 那個防治科的這個科長 包括股長官員 都來叫到辦公室裡 聽說是很不客氣的責罵 但是那個辦公室 這個被點名的 這個父姓主任說 沒有啦 我們很客氣啦 這樣 那我聽到 菅哥講 最後他講的最誇張的是說 包括那個當時的警察局局長 來他辦公室的時候 當然就是有希望支持 希望議員一定要砍預算 然後他還有爆料一個 他說台智光很囂張 直接跟警察局局長說 如果你敢動我的預算 我讓你官位不保 請教一下 現在整件案子 真的要燒到朱立倫身上了嗎 當然會 國民黨前後任的市長 包括郝龍斌 到現在的蔣萬安 中間的柯文哲 還有黨主席朱立倫 一個都跑不掉 為什麼會這樣講 菊芊我們先回到剛剛那一段 昨天的臨時會 本來要討論兩題 一個是剛剛大家聊的凱凱案 第二個就是台智光案 所以國民黨黨團決定 完全不去簽到這件事情 是剝奪了台北市民 一次知道兩個案件 因為很多市民關心凱凱案 也很多市民關心 怎麼我們納稅的人錢這樣用 那個你關心質詢完 議員質詢完一個議題之後 你帳戶可以多幾千塊 你不知道 所以結論 昨天根本連簽到都沒簽到 讓議會人數沒有過半 這件事情就是剝奪大家資的權利 你不要在這邊 跟我講一堆廢話 我補一下阿川剛才講的 其實不用那麼生氣 中美軍最後講一句說 談話會的時候 你們都不進來講 談話會是什麼 就是大樹下聊天 談話會 官員不會理你 官員不用質詢 你要問任何書面報告以外的資料 沒有人可以跟你解答 你居然一個議員可以當到跟大家講 談話會不進來講 這鬼扯 回來台智光台通光 這個案子為什麼我說一個都逃不掉 蔣萬安現在的市長 那現在他有沒有提出預算 有提 那以前這個約誰簽的 郝龍斌時機簽的 所以第一個國民黨你的立場是什麼 尤其是朱立倫 舉行我覺得朱立倫他 於情於理他必須出來講清楚 首先第一個在2011年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跟台智光簽約 台智光的大股東是台通光 台通光的重要的投資者是這邊 玉華投資開發 我跟大家念一下他的董事結構好不好 2011年的時候 董事長高張明鑾 他是朱立倫的丈母娘 董事高師傅跟高師婆 是他丈人的兩個兒子 董事高玉倫是他丈人 監察人高婉倩是他老婆 這間公司就是你們高家 你們朱立倫家族的嘛 現在說我沒有股東啦 我不是股東啦 來 我們來認真看 朱立倫講什麼 朱立倫說你們這些戰狼 我被那個紀靈濤之外 又被封為戰狼小哥哥 十幾年前的舊資料 我們早就退股了 我們早就不是股東了 不要玩文字遊戲啦 簽約跟成立這間公司的時候 你是不是股東嘛 是啊 就是嘛 所以其實真的不用凹這麼多 當年你是 我們只要你出來講個態度就好 我沒有說你跟這間公司一定怎樣 結果你說你們戰狼 然後最後講賴清德 你犯任這些戰狼在那邊潑糞 但你沒有回答這問題啊 台北市政府跟台智光 台通光簽的不平等合約 其中的大股東是你們朱立倫家族的 高玉倫家族的 你可不可以有個態度 有個態度就好了 結果你這樣子胡亂噴 這個第二個 一樣逃不掉的是柯文哲嘛 我們講完的朱立倫講完 大家聊的好龍斌跟蔣萬安 柯文哲現在最奇怪荒謬 他現在變政治評論員 你們藍綠都搞在一起 有問題 我這八年早就已經忍無可忍 天啊 那個柯文哲的論述是 那個台北市長從好龍斌玩 直接跳到蔣萬安 八年都沒有台北市長 中間市長是誰 八年都沒有台北市長 全部就直接跳過 別忘了 八年的時間 每一年的預算 都是柯文哲送出來的 送出來才給市議會審議 你八年來你認為台智光有問題 你同意忍無可忍 八年來忍夠了 受夠了 你八年每天是在送什麼 送會打的 你這八年有送正風嗎 你這八年有送檢調嗎 你八年有跟他解約嗎 沒有 然後結果現在就政治評論員 你看藍綠一樣爛 我們最好 來 我正式的詢問 柯文哲民眾黨 轄下 麾下的四個民眾黨的議員 大家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都沒說過啊 為什麼事發到現在 都沒有出來講這個案子 唯一有出來講的是柯文哲 評論這個案子 你是民眾黨的議員 你是不是更應該要 跟大家講你的態度 跟你的狀態 以及過去幾年 你認為柯文哲的責任 郝龍斌的責任 蔣萬的責任 都沒有 所以我認為很奇怪 你就知道說 這個臺志光的勢力很龐大 那個是尖歌 尖歌當時2022年8月的時候 他還在做這個市議員的時候 他曾經有講 先來看一下這個手板 這個尖歌 那時候在這個警政委員會 他就是在問這一筆 這個監視器的一個預算 那當時 這個他也不能憑空亂講 他是拿出那種 這個有找一個市西公司 是專業的評估公司 來做評估報告 他認為說 這個監視器的系統 你大概一部分2枚 那你在重要的一個路口 用3枚 他們認為說 這樣子的經費是合理的 而且市西的報告 也是合理的 最重要 因為警察局是使用者 警察局完全支持 這個專業評估的報告 好 那大家就在吵 這個報告的時候 不得了了 反而是國民黨的議員 就突然表態了 他說 一毛錢都不能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他們當時就在 這個諮詢的時候 然後王世堅他就拿出報告說 我們應該可以這樣做 就 國民黨的議員 說一毛錢都不能刪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議員不是應該要捍衛 我們這個人民的荷包嗎 你不是應該要來幫忙 這個看守荷包 要來刪減預算嗎 對 這個 這個看不出來 這個只知道 這個是尖閣 戴口罩 這是尖閣 那這個誇張的是說 當時就吵得很兇 然後這個議員甚至 還把這個椅子拿起來 要扎向林世堂跟王世堅 然後我覺得最巧的時候 尖閣回憶到 他說在表演 不是說表演 在這個議員 國民黨議員 要拿椅子去扎 扎王世堅跟林世堂的時候 剛好陳重文 他是教育文化委員會的 他就來警政委員會 他認為是有盯場的感覺 他就來盯場 這個通常跑到別委員會 去看預算是很不合理的嗎 對 所以這個 你看這種這樣子的描述 你就可以給大家感受到說 那你這個來盯場 對對對 你是不是有這個來符合 這個臺志光的一個要求 就是我們大概會懷疑 會覺得不合理 就是說連警察局都支持說 要刪預算 那你怎麼會說 反而是國民黨的議員 你要護航這筆預算 一毛錢都不能刪 而且差點上演的全五行 這是大家覺得不合理的 那第二點 堅哥他有爆料一個新的 他說當時 因為警察局 其實對於監視器系統來講 他們不是專業 所以他們就違請了資訊局 資訊局來編列這筆預算 結果他在詢問的過程當中 他覺得 堅哥自己覺得說 資訊局是受到了 這個臺志光的籠絡 所以他認為說 現在如果檢調要查的話 可以把他當年跟林世忠 去質詢資訊局的這些片段 全部都調出來 這裡面非常有貓膩 他覺得資訊局 你怎麼也會就是說去編這種比較這個 他認為不合理的預算 對 資訊局也有可能有事 對 所以這一個是一連串的 一個共犯結構 因為警察局他不是專業 他不會去編這個監視器的系統 還用資訊局 對 是資訊局去編的 那所以這個 這些警察局也認為說二媒 一部分二媒 一部分三媒就夠了 好 最後我要講是說 王世堅他認為說 臺志光的勢力非常龐大 他自己除了來自議會的壓力之外 同樣他也有 還有 甚至臺志光還會動用到地方大佬的系統 挑阿咖 地方大佬 還會打電話給他 他覺得這是地方大佬 對 地方大佬 固憲這麼綿密 對 那還有啦 臺志光不是有個顧問嗎 就是以前前兵葬處處長 陳豐源嗎 他也有三種手法 你就知道他盯場盯得很誇張 只要有任何議員 去質詢對於臺志光不利的 他回來之後 辦公室馬上就會電到電話 就會希望 當然很委婉 然後就希望我可以來跟你做書面說明 我會親自來跟你報告 那甚至年級的時候 還會在送禮 你就知道說 哇 他的盯場系統非常的綿密 那最後還有一個 現在被點名的一個王姓議員 一個女議員 他的這個父姓的辦公室主任 甚至還會把這個警察局的這個 防治 犯罪 那個防治科的這個科長 包括股長官員 都來叫到辦公室裡 聽說是很不客氣的責罵 但是這個辦公室這個被點名的 這個父姓主任說沒有啦 我們很客氣啦 這樣那我聽到堅哥講最後 他講最誇張的是說 包括那個當時的警察局局長 來他辦公室的時候 當然就是有希望支持 希望議員一定要砍預算 然後他還有爆料一個嘛 他說臺志光很囂張 直接跟警察局局長說 如果你敢動我的預算 我讓你官位不保 哇 他就覺得 我們那時候聽到都覺得很訝異 通常啊 局長 我幹嘛要聽你廠商的啊 他是警察局局長 對啊 那我幹嘛聽你廠商的 我是要抓壞人 我反而還被你恐嚇 菊金我們如果我們平常開車 被警察開罰單的時候 我們都說警察大人 拜託你可不可以手下留情 一千二可能開九百八百 你會敢跟警察嗆瞎說 你敢開我就讓你官位不保 你誰啊 現在是一個業者 你敢跟警察局局長嗆瞎 你森博地區長我讓你官位不保 那代表說你也知道 你背後把股蠻硬的嘛 這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警察局局長是來保護 我們人民的安危 如果說你還被業者恐嚇的話 那你要怎麼保護業者安危 所以你就知道說 臺志光背後的勢力 怎麼會這麼囂張 我們不相信說 只有一個陳從文 他靠了一個陳從文 他敢那麼囂張 我剛剛講的這麼一大串 他背後一定有一大股 一連串的一個勢力 敢支撐這個業者 還敢對警察局局長叫嚇